亲爱的朋友您好 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20章7节 来看不可妄称神的名 经文这么说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神在世界中吩咐人不可妄称他的名 目的是要指使我们应当在他面前 存敬畏的态度 然而现今世人对神的名字 不但随意使用毫无意义的呼喊 甚至以此为一个带着咒诅意味的字眼 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言语时 是不是已经习以为常 甚至自己也说了相同的话 我们一起向神清新土一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提醒 虽然十戒是旧约律法 我们现今不用按字句去遵守 但是律法里面的经意 仍然是你对我们的心意 主啊 我要以敬畏你的心 活在你的面前 赐我智慧 帮助我的儿女 也晓得遵你的名为大 从小派他 从小竭尽他的心思 每次来到你面前时 不是单单祈求得着好处和帮助 而是有一颗爱慕追求的心 又求主教导我的孩子如何祷告 能够按着你意思祈求 愿你的旨意成就 家中有小学的 亲爱的主 求你怜悯我们 世界里冲刺的污秽 对你不敬的言语 单纯的孩子好容易就不经思索的仿效 求你的灵在孩子心里动工 使他能分辨清楚 不会说出羞辱里面的话语 主啊 又求你提醒我们 在生活中与教导儿女的时候 同样要有清洁的言语 使我们不至成为孩子在信仰上的绊脚石 家中有青少年的 亲爱的天父 我要以何种心态 来面对今日年轻人的出言 汇语以及对你藐视的话语呢 求你赦免他们 更求主保守我的儿女脱离这网络 掌管她的心思意念 叫她在你面前 常有敬畏和清洁的心 让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感恩 感谢主你是蛮有公义的 你眷顾爱你 遵行你命令的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在现今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 的确我们很容易就听到人忘称神的名 甚至带着轻蔑的态度 也许我们的孩子周围旁边 也有这样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把握机会 跟孩子有很好的沟通 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嘴是要用来送赞神的 也许有人忘称神的名 但是我们可以站立的稳 我们不会受到同财的压力 也做同样的事情 要让孩子知道主是蛮有公义的 他爱我们 他是配得我们称颂的 让我们教导孩子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 让他们知道神的名 是伟大 是伟圣 就让我们口中所说的 都是讨生喜悦的 愿神祝福保守你们全家 耶稣爱你 1 3 2 4 2 3 3 5